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紐約警方目前正在搜捕一名涉嫌槍殺布洛倫出租車司機的疑犯 目前這名受害者身份已經確定 是居住在布洛倫的35歲男子納吉法雅茲 案發在凌晨 空案現場位於布洛倫的迪凱特街 警方說一名35歲出租車司機的項部和身區部位遭到多次槍擊 這名司機身份已經被確認 叫做納吉法雅茲 目前為止還未有任何人被捕 調查人員表示這次槍擊案件是在搶劫過程中發生的 由今日開始中央公園部分地區禁止車輛行駛 由今日開始機動車輛不得在中央公園大部分區域裡通行 汽車和卡車將只能以72階以南 而且只能在工作日非常有限的時間裡可以在中央公園行車 市長白師豪在本月較早前宣布這個決定 除此之外 從七月路開始 布洛倫的展望公園西側亦都將汽車行駛 展望公園和中央公園在之前已經開始實行周末車輛禁行規定 白師豪說 之所以有這樣的新規定 目的就是要讓公園更加安全和寧靜 紐約市租金指導委員會舉行最終投票 決定是否增加紐約市穩定租金公園的租金 目前租金指導委員會正在考慮上漲 0%到2%的一年期逐約租金 兩年期的租金上漲上限就是0.5%到3.5% 原定在上星期三晚投票的會議 就推遲到今晚才舉行 這次的投票活動是對外開放的 在馬頓東七街舉行 警方目前正急劇尋找一名男子 他在兩名美成年少女面前故意拿路下體 警方亦公佈他的兩張拼圖 該名男子在皇后區曾兩次故意拿路下體 並且發生在學校附近 第一次發生於5月28日 在皇后區埃姆赫斯特 中央大道甲79街 他坐在一部汽車裏面 打開車門之後突然露出自己下體 而上星期三這名疑犯在中央大道 和卡拉姆斯大道附近再次這樣做 警方呼籲民眾提供線索 第十四屆紐約亞洲影展 今月26日起到7月8日 在馬頓的林肯中心舉行 來自中國、台灣、香港、韓國、日本等 54部代表性的亞洲電影參與 而亞洲巨星郭富城和香港導演林領東 分別獲得亞洲之聲獎和終身成就獎 由林肯中心電影學會 和駐紐約香港經貿辦事處 舉辦的2015年 郭富城到會 並為海報簽名留念 受到駐紐約經貿處處長 白家禮而列歡迎 郭富城向紐約民眾問候 並分享個人的拍片心得 據說 電影《搭血沉迴》由香港新導演 翁子光執導 以一宗轟動一時的凶殺案作為藍本 揭露罪案背後的真實人性 郭富城飾演的工作狂警官為演好角色 他與電影團隊花了很多時間心思 將角色的造型設計 甚至身上的背包眼鏡都仔細研究過 讓他更貼切演出角色人物 他說自己雖然是以偶像歌手起家 但近十年來全新投入電影的演員工作 目前正在等待電影韓戰續集的開拍 也希望以不同的角色去挑戰自己 也都為觀眾帶來新鮮感 今天晚上的新聞報導完 多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